至于情歌天王李盛杰4号晚间开生日演唱会 相隔三年再度开唱 一开场就清唱痴心绝对 也宣告正式回归 还笑说大家一直问他 什么时候这首歌才会唱第一万次呢 他强调还是要留到心目中最具代表性的那一场 他也透露自己明年会在小巨蛋开唱 到时候就可以听到完整版的痴心绝对 唱出最深切的情感 华语情歌天王李盛杰一开口就深入人心 充满穿透力的歌声 一秒带你进入音乐世界 李盛杰金曲连环唱最经典的这首可不能少 明知道让你离开他的世界不堪灰 我还傻傻等到奇迹出现的那天 这么短听不过瘾 为什么不唱完李盛杰自有演音 因为我已经唱了9999次 第1万次我希望 可以小巨蛋吗 自己下禁歌令 为的是要将第1万次留在最重要的时刻 3月会申请场地 我会不会提早讲太多了 突然告知明年将在小巨蛋演唱 歌迷们兴奋尖叫 更期待经典曲痴心绝对 到时候要整首唱完 大家拭目以待 记得赞我报道 请不吝点赞我报道